今天拍这个视频的话呢 如果运气好的话 你们就可以听到现场直播 地动山摇 八级大地震 给大家来聊聊美国的住房状况吧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 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呢 就要置业买房子 对中国人来说 有一个固定的家呢 那是好像属于人生必须的一种状态 那我在美国的这两年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到处看看房子呀 有时候就也看看周边的地卖多少钱 那就感兴趣嘛 就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 所有中国人都有的一个状况 但是直到今天的话呢 我就发现 幸好就是我什么也没买 然后也没职业 也没买房子 然后就租房子 租了两年多 之前的话呢 也不是租房子 就是跟人家就是那种 那种租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要签合同的租 以前的话呢 就是我在网上下单那样子 直接通过平台来订个房子 基本上LB&B之类的 然后就是口头交易之类的 比较多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两年多了 那就是要实实在在签合同 这个合同的话呢 有多长呢 就有几十叶子的那种 长长合同这样子 五十叶子 你就要把所有的那些条款 啃下来这样 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呢 刚开始是住在二楼的 后来呢 就搬到了一楼 主要是因为去年发生了 交通事故 我的一个膝盖受伤了 就不 最好是不要天天 爬楼梯搬重路之类的 因为我做生意啊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 要搬水上楼嘛 所以就觉得诸多不便 后来我就搬到了一楼 结果一楼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对 噩梦的开始 我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直到这两天 不这两天吗 这两个星期我才发现呢 我楼上的这个邻居家呢 就是这个孩子呢 是个有智力障碍的 然后但是在美国的话呢 你就不能直接 称呼什么智障啊 这样两个执意的那种 他要有一个比较婉转的称呼 然后今天我去了那个 物馆的那个 Listing Office 然后我就跟他们问了 我说这个小孩是不是 不是什么正常的儿童 然后他们说是的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 叫Specialist Specialist 然后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 TetherGPT的话 这样用语也是不礼貌的 也就是说有歧视的意义 所以呢我们应该用 更婉转的词 嗯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TetherGPT啊 我就不重复了 那这个噩梦的开始呢 就是那种 像巴基地震一样的噪音 因为这个房子是木的 美国的房子 像作为两层楼的公寓吧 主要是两层楼的 我在拉塞尔加斯坦那种社区 基本上是两层楼的 就楼上楼下两户 你住在楼下的这一户的话 能受到这种噪音的干扰 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就哪怕你不遇到 我这种特殊情况 你也会有很大的噪音 因为我问过对面的 一个韩国的邻居 以及呢之前 有一个讲中文的邻居 然后他们家呢 都遇到这种噪音问题 就是觉得不可忍受的 那种很大的噪音 就后来就搬走了 然后韩国邻居 也要搬走这样的 但是呢 我这个呢 就是属于极端情况 因为他楼上这个小孩呢 是有正理障碍的 所以你根本控制不了 所以他在家里呢 有时候就是边跑边叫 熬熬的叫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呢 就是蹦蹦蹦的这样子 跺脚或者跳 半夜三更的发作 有时候他白天睡多了 晚上就起来半夜三更搞 昨天晚上又没睡好觉 真的脸如菜色 太累了真的 我就觉得被他 真的是活活折磨了一年 当然了有时候就 其中有一次矛盾升级 就是我们差点打起来了 这个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已经报警 然后也跟那个物业反馈了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要搬到 另外一个楼上的房子去 这个就是这个噪音的问题 所以在美国 如果你要买这种公寓的话 是木房子的话 你只能考虑顶层 但是顶层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就会比较热 还有就是你房子只能是地毯 因为你如果是这种木板的 硬地板的话 你就会做到噪音 然后你就是那个被人投诉的 不管你是什么情况 只要你家里多 你两个人 你走路人家都听得见 他们家大人走路 我也听得见 然后他狗在上面 多多多的等等等等的 我也能听见 因为他狗又说 就想站起来去看窗户外面 然后他狗又重 稍微跳一跳 你就像就是那种 好像在你头顶上 橱一样的感觉 太痛苦了 好 就是关于这种噪音的问题 就是不只是我 我是属于那种 极端严重的情况 经历过这一次以后 我一定不会在这种 选公寓的时候 住在楼下了 就哪怕我要爬得上楼 我也要住楼上 当然呢 如果以后 如果要是人多一点的话 我可能考虑住个那种house 或者自己买个house之类的 小的house 但是在这边的话 其实很多房间都挺多的 其实我也不学那么多房间 当然呢 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挺大的 有一百个平方 就是还没加公开面积的 因为这边是没有公开面积的 也就两房两位 然后一个超大的厅 你就明白 为什么小孩子跑来跑去了 因为这个厅好大 他真的可以 把他当运动厂 一样跑来跑去了 好 其次呢 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老人 这样的公寓里面呢 挺多那种退休的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 或者宁静退休的 老人住在我这里 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不是我这里 就是我对面和我对门 鞋对面都是那种退休老人 或者还 其实已经到退休年龄了 还在工作的 都挺大年纪的人呢 在住着 然后呢 我鞋对面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老的老人家了 因为他的腿脚已经不变了 就经常要去看医生 就要靠人家把他抬下来 他们就用那种工具车 可以爬楼梯的那种工具车 把他抬下来 然后经常痛的 嗷嗷叫大声的 啊啊的那种大声的呼唤 就全几多楼都可以听见的那种痛苦 因为他做了手术 怎么的 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 只要把他弄下来 弄上去 他都要一路呼唤着 叫极其痛苦的那种痛的叫声 有时候要搬上去 要搬半个小时 或者三四十分钟这样子 就只能一点一点一点 停一停 让他缓过来再搬上去 去那种公司 专门把他抬上抬下 你要想想 为什么他这种情况 他也不住楼下呢 然后我以前住在二楼的时候 我的对面也是 其实对面也是一个两个老人家 是每天要去买那些菜呀 什么的 搬上搬下 其实也是挺累的 但是他们也选择了住二楼 知道了吗 因为住在一楼的话 你可以听到楼上所有的声音 他所有的声音 就是在你的头顶上发生的 你知道吗 你那种压抑感 真的是精神崩溃 如果这个房子说我买了 我肠子都要毁黑了 不是毁亲的 幸好我是租的 所以我一年合同 那么合同期到 我就一定可以搬出 但是我现在呢 是提前一个月搬出去这样子 或者因为合同还没签 如果他没有什么 不断券条款的话 我就会签 但是实在是太痛苦了 这种痛苦你是理解不了的 然后你就大人在上面 发出点声音啊 吵个架呀一吼啊 然后他们两个一吵架呀 那感觉就是比这小孩 跑来跑去还要严重 就是整个楼都要站下来的感觉 太难受了 所以奉劝大家 买房子和租房子 在美国如果是木的 一定不要住在楼下 是楼下 不是说一楼二楼三楼 因为木房子它也建好多层的 所以你只能选顶楼 所有的隔音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根本就不止这个小区 因为我以前也是 去别的小区去租房子的时候 也是有人问这个房子的隔音不太好 怎么怎么的 就是听到人家在说 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到这种痛苦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有缘 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能够绕过你人生中的一大劫 但是如果你坐在二楼 如果你有小孩 你有大狗的话呢 你有可能也很难过 因为楼下的人会投诉你 我楼上的邻居 他跟我现在关系绕江了以后 他们也不好过 他们也准备办案 所以大家都不得安宁 这房子就是这种结构 知道吗 因为我的话呢 我也不是那种能忍受型的 你知道吗 我会爆发 所以战争在所当年 好吧 那我就把我的这个经验传给大家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把这个经验传给大家